少女生来便拥有看穿别人谎言的能力 因此 她从小就厌恶谎话连天的人 并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对别人说 然而这天 一个对她撒谎的男生却勾起她的兴趣 只因男人明明说喜欢自己 但少女一眼便看出这是个谎 真不是她自恋 从小到大 根本没有男人能对她的外貌无动于衷 男人名叫杜鞭撤 就在一周前 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东江重点中学 就在她上课的时候 10到15年的系统终于觉醒 真的无语 要来就早点了 要么干脆别来 不上不下算怎么回事 这时下课时间到 两个死党走过来叫杜鞭去吃饭 一路上 三人开始讨论加入社团的事情 杜鞭对此毫无兴趣 但学校规定必须加入一个社团 所以只能先找个允许早退的社团吗 走在社团中心楼层 杜鞭开始研究刚出现的系统面目 按照平均值五点看 七点智力说明头脑聪明 长得很帅也没足 打开商城界面 她发现自己只能买得起 零食打折的探测器 而使用探测器还有一个负责 果然天下系统一般黑 密密麻麻的使用规则表 没八千也有一万字 仔细阅读后 她明白了积分需要攻略女 成为女友才能获得 这不是逼着自己去做渣男吗 探测器只能使用三次 先打开试试 探测器像扫描一样 可以列出对象是否可攻略 不对啊 这位女生不能查看 而这位戴眼睛的同学 被提示魅力值太低 无法攻略 真不愧是现实游戏 设定都这么现实 还是先把社团的事情搞定 现在不能浪费探测器 如今的社团都好努力 就没摆烂一点的社团 路边更没兴趣 有没有放学可以躺平的社团 这时她在墙角注意到一个招人公告 连招人的学生都没有 人类观察部 有早退习惯者优先 虽然不清楚学生手册里写了什么 但人类观察部 绝对不符合校园精神了 看着冷冷清清的门面 这个社团不会是同好位 但只要能摸鱼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听到社团里的回应 她打开门走了进来 一个少女独坐在窗边 正在静静看书 请问这里是人类观察部吗 听说社团能早退 这社团里就你一个人吗 是不是同好位 我可以加入吗 不 少女缓缓地把手中的书合胜 随后抬头死死地 盯着渡边车的眼睛 紧紧对视了一眼 渡边就感觉到一股压力血 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无处躲 少女双眸仿佛能看穿自己的心扉 她不同于一般的女生 而且这长相魅力值也绝对够 应该可以被攻略 交往记录 好大的胆子竟敢盯着我看那么久 渡边车赶忙收起悬浮窗 心想都是误会 但为了加入社团 还是先把锅背了吧 像青野同学这么漂亮的女生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不小心看入迷了 撒谎 青野领为言 露出了不懈的眼神 我讨厌撒谎之眼 居然被看穿了吗 她的眼睛似乎很迷 青野同学才貌双全 着实令我找你 但而这一次 她甚至没有抬头看渡边一遍 谎言 再一次被拆穿 这家伙会有独心数目 不对 应该是自己已经被打上了撒谎者标记 看来入社无望 渡边车已经想要放弃的时候 领却表示 有点意思 对于我的外貌无动于踪的男生样子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如果说迷上我是否 那说明你与其他男生不同 渡边一看有戏 所以说赶紧让与众不同的我入社 所以说你喜欢男生吗 渡边当场实话 果断后退两步 你知道自己说什么吗 人类观察就是观察全校男生 然而青野领却配不紧提 回答我 喜欢还是不行 渡边吓得脱口而出 不喜欢 得到答案后 青野领回到座位上仔细观察 感觉这个房间的空气都稀薄了 所以我到底能不能加入 渡边现在要一个痛苦 好吧 暂时允许你加入 虽然谎话连篇的男人有很多 但你还算有观察价值 这是入社生气 谎话连篇吗 我是真不喜欢男人呢 不管怎么样 先进社再说 社团知识早退 不过社团活动必须参加 这周社团活动是给文艺度投稿 周五放学前完成 这好像和人类观察没关系 渡边表示自己不擅长写文章 是吗 你要是不擅长写文章 那就再写一份退社申请 社长你这么果断吗 为了保住社团的位置 还是随便写写 至少可以早退 不比别的社团强密 少女出生便拥有 看穿别人谎言的能力 因此 没有人能在她眼皮底下撒谎 所以她创立的人类观察社 也成为东江重点中学一样的存在 而今天面试的男生非常特别 渡边撤 第一次见面 就敢和自己对视这么久 你是第一个 男生渡边撤 一星期前转入学校 就成为最受欢迎的男生 每天总有女生在校门口 向他表达 社长青野里 学习成绩全年级低 虽说可以攻略 但性格过于冷淡且难以准 目前来说难度地域级 表白失败也不是高中生的日常 目前探测器还有最后一次 因为没积分满心的 所以要谨慎使用 要是再出现派送 晚到15年的系统也白瞎了 午后加镇课室 同学们都组队做自己的任务 死党小黄毛 还是毛手毛脚 切个土豆能飞起巴掌 不过俘获总相依 谁说土豆不能牵红线 别人眼里笨手笨脚的国警同学 也有被欣赏的时候 居然还会被粉红妹妹打扇 渡边撤也是醉了 好好上个家政客也被赛一嘴抖 而另一边的男生估计被影响 正一个竟向女生道歉 组队的时候你不是说会做料理 看来这个队里女生很强势 如果不是脑袋瓜太笨了 那你就是这里不上心 犯错的男生吓得连连互怒 于是赶紧在地上收拾惨剧 女生名叫玉藻好美 在一般的学生 而听其他同学说 玉藻好像经常从其他男生那里拿钱 小黄毛听得一愣一愣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突然间他好像懂了野物 新的人生感悟要和死党分析 现实中的壁池 第一次见爱 所以玉藻能从男生那里拿到钱 说明魅力之很高 可以成为攻略的目标 虽然风平不好 但也说明成功率会很高 果断打开探测器 查看玉藻好美 年龄15岁 智力5 魅力8 体力6 交往记录4 可攻略 情报显示 追求时尚 通过答应做别人女友获取金钱 看来和传闻一样 而那边玉藻好美 还在戏弄组队的男生 还表示如果他好好听 两人的关系还可以再好一点 而男生已经忘乎所有 成了恋爱女 玉藻注意到周围的同学议论的声音 看来自己没办法让女生喜欢 拿起菜刀 玉藻看着土豆也是无从下手 算了 放弃了 还是让自己的小跟班来吧 只要给他一点好脸色 这个队友还真是任劳任怨 这样性格的女生 如果用自尊心去攻略 性价比太差 反正杜边也不想谈恋爱 就用最简单成功率最高的方式攻略他 用钱 系统这里发来提醒 如果成功交往 在一星期 一月 一年 十年 都会有千道奖励 话说十年是什么鬼 交往十年就要进爱情的坟墓了 拍拍打脸清醒一下 就自己打工那点工资 最多就拿一周或是一个月的奖励 杜边也是不折不扣的穷人 好在今天打完工就能拿到这个月的新手 加上继续凑一凑 应该能有十五万的 也不知道够不够让玉藻答应做女人 少女从三岁起 突然拥有了判断谎言的能力 于是 她比别人更早认识到人类的虚伪 人们出于各种目的 相互奉承 表里不一 因此 她也由衷地厌恶说谎 并要求自己也绝不说谎 但这个世界没有人能不说谎 所以她开始讨厌周围所有人 然而杜边彻知道了原因 并没有露出质疑的目光 杜边却真的愿意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 可这家伙果然与众不同 就在刚才 杜边来到文艺部投稿 一听是代表人类观察社的投稿 文艺社的成员都露出不善的目光 还直接下足课令请杜边出去 也不知道社长怎么得罪文艺社 而刚走出两步 就被藏在身后的死党教主 听说杜边加入了青野岭社 怎么也不和我们说呀 没别的原因 就是这个社团可以早退才加入 对了杜边 既然能早退 要不你也引荐我们入社吧 是啊 毕竟我们没办会过传说中的完美少女 面对死党的死缠案 杜边也只好尝试一见一见 这边青野岭面是小黄毛 只要能回答他一个问题 通过后就可以加入社团 面对完美少女 国警元气满满的表示 没问题 可下一位他就被淘汰 因为社员手册对社员要求安静 接下来就是绿毛小哥 我看过入社要求 请你提问 这下青野岭都没看他一眼 我讨厌说谎 这是谎言被直接拆穿了吗 看着两个小伙伴黯然离场 杜边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杜边同学 青野岭叫住杜边撤 你喜欢我吗 杜边回头看着青野岭 这没头没尾的问话 又是在测试什么东西吗 回答问题 青野岭拿出社长威严 反正说好话总没错吧 青野同学这么可爱 是喜欢的 果然还有继续观察的价值 青野岭让他明天放学再来社图 可杜边刚出社团大门 就被两个死党抓住 完美少女居然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他只是把我当成实验对象 要通过提问观察我的反应 你以为我们会信吗 你对他做什么 青野岭怎么会问你是不是喜欢的 只能说你们被他外表迷住 才会产生异响 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他的提问不带等级 连多余的标点符号都没有 这便是人类观察部的社团内容 摘腾这才放开杜边 或许你说的没错 毕竟青野同学就不是这个事件 他的父亲不但是大公司的社长 还是国会议员 如果被他认为有意制造女儿的飞维 一定会被要求转学的 真没想到 青野岭的身世这么夸张 那倒是晚上再细数 这时国警要去参加棒球社活动 让杜边他们等他一起 而无所事事的杜边 只好逛回人类观察部 青野岭还在独自看书 杜边就聊起今天文艺社的事情 为什么对方看上去 不喜欢人类观察部 青野岭放下书 让杜边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 毕竟社团不说太蠢 杜边只好自我分析 适用人类观察社名义头 打败文艺社 再观察他们 也就是人类在这么难堪的情况下 而青野同学全年级第一 都不用亲自动手 只要我这个普通社员打败他 才更具观察价值 后半部分是谎 青野岭回头 便把杜边光维的话摘了住 半句谎言居然也能看住 他难道真的有流星数 好吧 你的智力很高 其实我不认为你会做没把握的事情 恭喜你 现在开始 杜边同学是人类观察部的正式成员 杜边也很好奇 为什么青野岭能一眼判断别人的谎言 是因为心理学还是微表情 都不是 青野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在我三岁时 突然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否 撒 也就是说 从那时期我就有了看穿谎言的能力 青野回头看向杜边 我不指望别人相信这么脱离现实的事情 那时的我比同龄人 都更早见识到人类的虚伪 他们为了巴结我父亲 谎话连篇 为了从我身上得到好处 相互奉承 表里不一 而我观察他们的谎言 由衷地厌恶他们 我也要求自己绝不撒谎 只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不说谎 所以你开始讨厌周围所有人 杜边也走到窗边 青野岭很吃惊杜边的反应 你相信我说的是 虽然我没有看穿谎言的能力 但 是青野岭的话 我愿意相信 而杜边这番话并不像撒谎 没有识别谎言的能力 却真的愿意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 杜边同学果然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杜边没有想到 撒谎作为人类本人 竟然可以被一个人完全放弃 青野岭 一个从来不会撒谎的完美少女 少女是校园里有名的美女 而男生经常议论的却是她的风品 只因少女能在约会的男生那里获得金钱 于是她很合适成为杜边攻略的队性 人物玉藻好美 年龄15岁 智力5 魅力8 体力6 交往记录4 可攻略 系统显示她通过答应做别人女朋友获得金钱 如果再不获得鸡粉 晚到15年的系统也要停摆 就在三个小时前 杜边起身去接饮料 正好遇到在水台打水的玉藻同学 于是上前打招呼先认识一下 好巧 原来是杜边同学嘛 杜边彻有点意外 我还准备自我介绍呢 好担心玉藻同学不认输 怎么会呢 杜边可是神川大帅哥 在女生中间很有人气的 是吗 玉藻同学也是我们男生之间的焦点 很好 接着这个话题单刀直入 真的吗 这倒让玉藻感到意外 都怎么说我 杜边却在玉藻耳边轻声说 其实男生讨论玉藻同学 是可以花钱做女朋友 没有一个女生喜欢自己的风停事件 玉藻明显生气了 你担忧我的事干嘛 我们好像不熟 这时他才注意到杜边看着另一边的桌子 有些人明明是很好的朋友 玉藻没心情感叹风月 你就有话直说吧 谁料杜边上前一个壁东 虽然之前没说过话 但我想和玉藻同学成为恋人 那你这是突如其来的告白吗 还是在这里 看着惊慌失措的玉藻 杜边也先退了一步 一开始没想到会到这种城市 只是最近总是听到玉藻同学不好的传闻 那如果我告诉你 关于钱的事情不是传闻 你还会喜欢我吗 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一层 那就直接摊牌吧 多少钱 杜边脱口而出 就算是花钱 我也想和玉藻同学成为恋人 我现在只有15万 我知道很少 但哪怕是一个月 我也愿意 10 15万 一个月吗 可可以的吧 玉藻同学听了都有点紧张了 这算是答应了吧 嗯 那我们先加一下烂吧 从今天起 我就是车的女朋友了 而玉藻答应的同时 杜边收到系统的提醒 完成玉藻豪美的攻略 获得5000积分并开启签到功能 一个积分可以换100单 也就是说付出15万的成本 收获50万回报 后续签到还有奖励 而且玉藻好美 也不会有感情投入 双方各取所需 计划很完美 所以除非以后能遇到自己的心中所喜 否则攻略目标就找玉藻这样 这样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5月请多多指教 撤军 刚成为杜边撤的女友 就在深夜发来贺便 杜边忙里抽血 敷衍一条学习中勿扰 可下一名便收到N条对方的回忆 有着手速 成绩为什么还会垫底 快要考试了 15万单明天给你哦 另外 玉藻同学 我们交往的事情 也请务必保密 这也正合玉藻的心意 保密的话 同时交两个男朋友也是可以的 交易达成 玉藻同学也有钱出去玩了 4日 杜飞找到玉藻的收纳柜 把说好的费用塞了出去 这下玉藻的事情就算搞定 接下来就是和清野岭约好的社区活动 只要能骗过完美少女清野岭一次 就能获得100万系统积分 面对可以看穿人类谎言的少女 杜边没有放弃攻略这个任务 男主杜边撤 东阳重点高中明星男生 一周前加入了人类观察部 社长清野岭 是能判断别人是否撒谎的天才少女 刚进社团的杜边 解释因为值日所以来晚了 清野岭表示杜边没有说谎 可以介绍 你不是说讨厌说谎的人吗 我也不想被你继续讨厌下去 而这句话其实有一点撒谎成分 因为系统的临时任务 一周内要成功骗过清野岭一次 而不想被继续讨厌 这句话的真实原因是想完成系统任务 所以在清野同学那里就是谎 清野岭和尚书 坚持不了两句又开始撒谎 你是人格分裂了吗 真是一点瞒不过去 想要攻略这个任务 关键就是找到是否说谎的判定场 即找到一句 在清野岭判断里的实话 而系统判定里的谎言 那只能先从谎言边缘的话来入手 真的好难啊 这是高一所有学生的资料 记住并观察他们 特别是文艺部 啊哈 你是认真的吗 我自己班一半人明都没记住 而清野同学却说要记住全校同学才算合格 虽说杜边早就记住了大部分评讯 不过还是用了一小时记住了所有同学 清野同学 这次考试我一定会超过 拿下第一 真是口号 一种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情 系统会怎么判定 杜边还在谎言边缘疯狂试探 从刚才开始 你就一直在撒谎 是在挑战我的耐心极限吗 而对杜边奇怪的等待 清野都开始误会他的企图 道歉 我只是想测试清野同学识破谎言的能力 其实真实原因还是完成任务 你这样的人还真无时无刻不在撒谎 果然还是瞒不过去 你要适可而止 你身上谎言的臭味让人难受 杜边同学 请你马上离开 杜边无奈只好先出去 系统给这任务订了高额奖励 果然没那么好攻略 今天的攻略任务完败 而面对越来越少的积分 考试结束之后 杜边就在新宿歌舞祭丁打起林宫 要复制攻略玉藻好美的经验 这里非常适合 而兼职的内容就是给服装店拉扣 这样就能接触高魅力女性 不然可攻略的目标都没有 人物黑田幸会 魅力5 不可攻略 出事不利 第一次探测就被化妆树骗 人物赖虎眉宇 魅力6 不可攻略 这妹子明明比刚才漂亮不少 魅力也才6的 人物三只西春 魅力7 不可攻略 奇怪 魅力值都到7了 怎么也不能攻略 看来除了魅力之外 还有别的因素 姐姐们 我在打工 不约 还是太年轻了 被化妆树压制的死死 购买探测器用了1000积分 换成钱有10万单 打工一天才5000单 血亏 假期接下来的时间 也不用多想 除了专心打工和学习 就是和陪名义女友聊天 虽然玉藻好美 不一定只想当挂名女友 明明付了那么多钱 反而对我爱搭不理的样力 当当 签到玉藻好美一周 获得系统礼包 魅力5折兑换券一张 难以 魅力兑换券 是觉得自己不够帅了 魅力打完折自己还买不起 现在只有4000积分 等等 这商品里有好东西 大师级自由搏击术 这才是杜边最想要的 一想到 从无数不良少年那里挤就美少女 攻略女生的必备神器 这才是男人该有的目标 杜边燃起来了 少女极度讨厌会撒谎的人 却答应辅导成绩不及格的插声 只因拜托她的是小泉老师 而小泉老师虽然也撒谎 却并不让她讨厌 结束黄金周的假期 今天是返校第一天 也是成绩榜公布的日子 第一青野岭 第二节成美机 杜边还是第三名 杜边叹息明明那么用功了 也只是保住原来的排名 不管是哪里的学校 还都是一样的 死党的命运比杜边就惨很多 摘腾不爽杜边的态度 国锦更是已经被老师训过话 还有 小泉老师叫你下午也去办公室 那你第三名也要训话吗 下午课后教师办公室 杜边同学 知道老师找你什么事吗 人物小泉亲耐 杜边年级断的责任老师 是因为阅策成绩吗 第三名应该没什么好指摘的吧 小泉老师表示杜边同学考得很好 偏差值超过74 这样的成绩声东大也是完全没问题 杜边松了口气 那就好 那还会有什么问题 小泉老师觉得杜边成绩好 长得帅气 老师很想知道杜边同学的理想是什么 理想吗 杜边穿越15年 理想就是让那些人养自己下半辈子 不过感觉有点说不出口 杜边彻正是想到一句超带的孩子 我决定成为东江帅哥 当这句话出口 杜边同学既骄傲又自豪 那你东江帅哥吗 是新出现的职业吗 不明觉厉 那应该是一种人生态 杜边同学太有趣了 老师为这个年级的学生感到好 虽然老师也不太懂最近流行的狗 杜边脑海里浮现好多奇怪的东西 下次我可以和老师分享东江帅哥的故事 无时无刻不再撒谎的东江帅哥吗 门外听到一个少女的声音 清野同学 你怎么也来了 果然一眼能看出自己谎言的没有别人 小泉老师站起身 言归正传 其实找你们来是因为收到文艺部投诉 还没等小泉老师讲下去 清野同学不友善地猜出应该是投稿的事情 清野同学 你那篇 名为文艺部一无是处的投稿 拿到了第一名 而根据规则 文艺部还不得不把这篇文章印在社坛上 实在太让人难堂了 不愧是智力巴的美少女 而杜边你也是 你那篇 将来的我们 获得了第二名 而用的文风是文艺部最擅长的风格 用对方最得意的文风击败对方 你给的羞辱也不轻 清野领事不关己的样子 实力不行不想着好好努力 却来投诉 小泉老师却说 这事情已经不小了 部长指示 你们设的活动 必须获得我的批准 随便 清野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估计这样的事情没少干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 部长希望优等生要抽出时间 为阅策不合格的同学做一对衣服导 杜边可不想为没意义的事情浪费精力 恕我直言 学习还是要靠自己 于是杜边一口气给出了几十条冠冕堂皇的礼 毕竟他是连社团活动都不想参加的人 而阅策不合格的 多半是爱说谎差声 对谎言过敏的清野同学更不会答应 所以杜边也站边来为社长大人挡一道 这件事我们爱莫能助啊 呵呵 你说的是我们 清野同学有不同的意见 东江帅哥可以傲慢到帮别人做决定的吗 啊哈 今天来的不是我认识的清野同学吗 而清野认为辅导一名不及格的学生考出好成绩 很有观察价值 杜边诧异的同时 也开始同情那两个倒霉蛋 杜边同学 亏老师当着清野同学的面 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了 下一秒 测访一同学就给出小权老师没有撒谎 判斗 喜欢你就是字面意思 不是不是 其实老师喜欢每个学生 也喜欢清野同学的 可恶 无法拒绝了呀 走出教室办公室 你居然会答应帮忙 很意外呀 因为我不讨厌小权老师 虽然他也时常撒谎 你不说讨厌所有撒谎的人吗 矛盾的位 用你东江帅哥的脑子好好想想 人的感官会一成不变吗 有的讨厌是过去式 有的讨厌是现在进行时 杜边尬笑道 你说现在进行时的时候 为什么看向我 则则则 你离我远一点 清野岭看上去生气了 而看向远去的清野同学 路边同心审视完美上了 这一刻我缺席 清野岭同学并非不尽人情 只是他生活在满是谎年的事情 造成了信任感缺失 而小权老师虽然会撒谎 但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 超越谎年的默契 正默契 填补上了这份缺失的信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您好请多观照 撤军 扑吃 这是要爆发危机了吗 玉藻豪美和另一个小胖 一起走进人类观察部 目前整个东江会 直呼我名字 只有玉藻豪美 这两位就是那两个 不及格的笨蛋了 少女成绩全校第一 却成为同学们眼中的怪胎 她成立的人类观察社 只有一个社员杜边社 却能用文艺社的文风 打败文艺社 小权老师只好 让他俩辅导插声 弥补他们对文艺社的伤害 人类观察部 姓名玉藻豪美 喜欢唱歌 逛街 买衣服 吃各种各样甜品 玉藻豪美 心情美好的介绍自己 能和车一起补习 让他心情很符 杜边可没同样的心情 我怎么就忘了 先看下辅导学生的名字呢 只好先装作 有一点认识的情况吧 你好玉藻同学 在家政课上认识过你 之后在校外也偶遇过一次 脸上虽然很自然 心里却对能瞒过 青野同学没有信心 只希望他不要看出 其中的交易 而玉藻同学也发现 杜边车好像很在意 青野大小姐 难道他也是有钱的精子 步作低调吗 我叫河边元太 喜欢漫画和玩游戏 红行而来的 差声紧张的自我介绍 青野里 喜欢安静和看书 社长开始自我介绍 这边这位叫杜边车 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撒谎 却自称东江帅哥的男人 这绝对是在报复 玉藻同学果然是老司机 东江帅哥 就是靠着外表 说几个玩笑 便把手伸进女孩群品家伙 呵呵 看来大家对你的人品 都已经有了 杜边的认识 青野同学给刚才一段做了嘴唇 玉藻选好自己的辅导同学 撤 你要好好教我 玉藻打算好好作弄一下杜边同学 你可不能做坏事 玉藻还故意做出暧昧的暗示 搞得杜边有苦说 哒哒 青野岭开始进入角色 河边同学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小胖子有自知证明 应该是英语词汇量不太行 我会回去背的 这时青野岭含风刺骨般戳穿 撒谎 你要是有这自觉性 也不至于考这点成绩 小胖子一下下软了 去把所有背不出的单词抄二十 所有的二十便会不会太多 小胖直接跪了 你是不想抄吗 青野同学和书的姿态 有女王的风范 不是不是 不敢的 不想抄也可以 那就给我认真去呗 不要试图敷衍我 小胖想到不用抄二十 韩泪答应要认真背单词 好的 若明天抽背不合格 只能拜托小泉老师联系你父母 相信小泉老师会如实反馈你的情况 这波操作让杜边肃然起敬 原来是寄出小泉老师来威慑对方 记得中国古代就有对这行为的描述 好像是叫狐家虎威 把小胖赶出人类观察部还不忘分发 明天放学来这里抽背哦 自觉自己抓到杜边七寸 玉藻上来就试图讨价还价 玉藻同学 你最大的问题是历史和数学 特别是战国史这块被权密 而玉藻却狡辩说没有学历史的必要 而且数学在生活中也没什么用处 没有像青野同学一样的气场 杜边只好仔细分析提升成绩的方法 想短时提升 就要摸清楚初题老师的习惯和喜好 玉藻听得有点不确定 你该不会实现 对 帮你压题 杜边给出答案 玉藻有点不信 这压重的可能性有多大 呵呵 我偏差值可是74 小泉老师说我能保送东大 我给你五分压题 接下来每天刷一张卷 我保证玉藻同学至少拿B一笙 玉藻好美很久没几点了 开心的叫杜边小彻 还往杜边身边凑 别再凑近 杜边防止关系暴露 暂时只能闻出 得到及格密集的玉藻风一样跑 接下来的人类观察部安静和喜 只有杜边写字 沙沙声和青野翻书声 终于 青野领合上自己的书 东京帅哥就是这么骗人了 青野不相信杜边能压重题 杜边表示开学不到一个月 这点内容很容易压到 直到夕阳西下 青野领成认杜边比他厉害 这倒让杜边很意外 大小节的骄傲了 而下一秒青野就表示 谦虚不骄傲是自己最厉害的点 就是让着自己的意思 好好 全世界你最厉害 这句话是谎言 杜边心想这是我的吐槽啊 承认不如自己的人 在某方面强于自己 正是优秀的人伟大的地方 杜边收拾好书包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这天是聊不下去了 你这是欲擒故纵的手段吗 很难相信有女生会上这样的道 青野领追问 杜边听不大明白 我好像不用事事都要刷你的好感 呵呵 虽然不喜欢我的性格 但不代表不想留灵我的肉体 自称帅哥的生物不斗着德行 这话搞得杜边一阵尴尬 我从没想过的 而且你应该知道我没撒 真有被气到 身后传来社长的声音 记得关门 竟然怀疑我有非分之心 简直是人生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杜边撤回去路上越想越起 男人名叫杜边撤 一周前才以优异的成绩 进入东江重点高中 就和完美少女青野领 把文学社团欺负的嗷嗷直叫 班主任惩罚他们辅导不及格的插声 而杜边的辅导对象 竟然是自己的假女友 这天下午课后 小胖子忐忑地走进人类观察部 下午好 也许是自己理亏 打招呼都耸得不行 而这要是天花宝落下一个笼子 果然青野领出场 差生补习计划之 背英文单词 犀利的气场让小胖动弹 就算会背的单词也被吓尿了 今天到此为止 回去把所有内容抄三十遍 青野领同学认真的样子 小胖不敢见第二次 出去 对于没有把事情放心上的小胖 青野领的态度像冰砖一样 抱歉下次一定 小胖一边道歉一边落荒而逃 看着可怜兮兮的小胖 杜边撤还有点小同情 随后 玉藻豪美也到了人类观察部 一进门就换上开朗活泼的少女形象 完全是一副应付学习的样子 而杜边同学把自己压题的试卷给到他手上 就像大学里拿到考试范围的学生 玉藻豪美表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 到了补习辅导的第三天 哎呀 今天试卷错了那么多吗 玉藻豪美的坚持有点不足 杜边还是很用心指导玉藻同学 还传授一个学习方法 能让学渣把零碎的时间也用起来 就是把要记的知识点整理在小卡片上 然后不管去哪里 坐车 等人 排队 反正一感到无聊 就拿出来认真看一会 杜边保证只要把鸭提卷做过 补考一定能拿到好证据 只要拿高分 说不定你父母会给你更多的零花钱吧 玉藻已经燃起来了 喜欢钱的女人真是单纯 不但能拿到更多零花钱 还能让平时看不起她的同学刮目相看 不要忘记 站在玉藻同学身后的 是偏差值74的五 杜边撤 Nice 玉藻好美没有可能会失败的 而燃起来的玉藻好美 有了系统性的作弊特序 学习也变得快乐起来 转眼就快到不考的日子 你对撒谎一点也不内疚吗 别人眼里那些可能是善意的谎 还是让青野岭有些不是 对一个坚持不下去的学渣违心的鼓励 我不但不内疚 甚至不认为这是撒谎 在我心里带负面结果的才是谎 杜边撤 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在青野岭心里谎言就是谎 杜边气愤地离开社图 原话奉还 社长果然不可理 和青野岭的态度变得更加冷淡 放学路上的杜边收到一个临时任务 就下被欺负的位置少女 而任务还带有高额奖励 同时奖励与难度系数挂钩 面对十万积分奖励 杜边心动了 流氓事件不至于被打死了 既然接下任务 那就做些准备工作才行 先把剩余的积分换成现金 再去手机商城下单 四日必打 不愧是东江 作为东江帅哥 怎么能做是少女被侵犯 这个任务必须完成 少女三岁起就能看出别人是否撒谎 而新进社团的杜边撤 却是无时无刻不再撒谎的人 因为答应要帮不及格的插声补习 所以杜边同学一边忽悠玉藻好美学习很简单 一边又帮玉藻鸭替做准备 补考的前一天 玉藻同学 你这次的模拟测试结果 是双A 真的假的 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成绩 玉藻同学都怀疑起杜边的动静 于是杜边撤开始了他的表演 声称自己从荒无人烟与世隔绝 五百公里外的小村子 来东江需要整整六个小时 就是为了学习 所以即使给别人出模拟试诀 自己也绝不会弄虚作假 不得玉藻吃惊这世上还有这么偏的地理 所以玉藻同学 补考对你来说已是小菜一碟 而你要担心的是万一全对 会被怀疑作弊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就让老师再来一份试诀 我都吃得下 玉藻被逗得咯咯直笑 你当时拉面吗 而同在社团的青野岭一言不乏 也没管他们两人天真的唤醒 如果双类 那一定要请杜边吃饭 不过预算一千单以内 为了让玉藻能放松上考场 杜边还很中二的说 自己要查查吃什么 一千单能吃什么好吃的 你不会真从那个很穷的地方 那你还花十五万 打住 再说下去假女友的事情就算帮了 不过你肯定我能拿双类吗 杜边是一身白毛海 看来是被戏弄了 杜边强颜欢笑 嗯 我对自己有信心的 终于到了部考 一切都将剑分享 是青野同学强压式补习法成功 还是杜边同学心灵鸡汤的生计 下午课后 从部考成绩上就能一目了 而杜边相信 自己调教出来的玉藻好美 一定能考出双二的好成绩 漫长的等待 杜边撤也等到玉藻好美迟来的消息 撤 两个 nice 和自己预想的一样 不愧是东江帅哥杜边撤 预算提高到两千单 可以吃寿司大餐了 于是两人约好下周日一起吃饭 玉藻请客 而回到人类观察部的杜边撤 却见到意料之外的人 小泉老师 您怎么来了 小泉亲爱 杜边这一届的责任老师 老师很好奇 阅测成绩 哎 的玉藻好美 天差值只有三十几 仅仅五天时间 你就让他提高四十分天差值 你对他做了什么 杜边撤老师交代 是因为自己帮他压体 加上短时间心灵模仿 才有这样的成绩 总之 辅导差生这个任务 已经圆满完成 下周开市 我能早退去打工了吧 看着一言不发的轻言 趁小泉老师也在 杜边赶紧提申请 小泉老师热心叮嘱 打工可以 不过要注意身体哦 哪怕一个人住 早饭和晚饭 也要寄得好好吃 小泉老师还真是体贴呢 杜边不禁夸奖老师 您将来一定会成为 优秀的妻子和母亲 下一年 小泉亲爱 就抄起一摞卷子拍过 怎么和老师说话 没大没小给你脸的事 可 河边同学虽然略训一筹 但也拿到双臂的成绩 进步很大 为了奖励两个优等生 老师决定要请杜边 和亲爱同学吃饭 杜边和亲爱同学 都不想参与 毕竟两人关系 好像不那么合体 不行不行 你们两个都必须取 小泉还是很坚决 拜托 给老师一个报答学生的机会 看着小泉老师 好难拒绝 最终两个人 还是答应放学后 一起赴约 少女三岁 能看穿别人是否撒谎 所以她的人生没有朋友 而关爱她的老师 竟然给她介绍起男性朋友 说什么都要拉着她 和杜边彻一起吃饭 小泉老师一离开 社团里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怪异 面对独自看书的亲也里 杜边正犹豫 要不要缓和一下关系 先开口的却是亲也同学 欲造好美的成绩 和反应是什么 成绩双位 反应吗 很兴奋 大概还有些别人 打破僵局后 杜边找起英文小说 还特意说要提升英语水 是想成为东江帅哥吗 清野同学询问 这居然还有顾不去的狗 清野同学盯着自己手上的书 似乎琢磨了一下 琢磨了一下下 有一点点酒 这天是聊死了吗 还有下文吗 转眼晚上六点 在闹市的一家烤肉店里 小泉老师正准备 请杜边和清野吃饭 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就花了五天 不对 是三天的时间 就拿到两个妖 竟是欲造好美 和闺妮一起吃饭 吹起牛奶 还嘲笑杜边 撤说自己来自乡下的 小泉老师吃惊这对话的内容 毕竟杜边才刚帮她拿到双爱 杜边却挡住 打算上前理论的小泉老师 如果她过去的话 会让玉藻同学很丢脸 而且 这种事情杜边一点也放 如果想惩罚她 就上课点她回答问题就好了 没想到杜边同学心胸这么狂 老师都为你骄傲了 反倒是杜边害羞 真的没什么 欣欣普普出压提倦 费尽心机提升她的信息 清野林冷酷分析 最后惨高被捕 却做到不生气不在眼前 所以你想说什么 所以根据我的观察 你符合真兽亚刚豢养生物特性 因为人无法在思想上如此卑洁 我特喵 我不生气是我做的一切 和玉藻同学没任何关系 他怎么看我无所谓 反倒是清野同学 你这讲话疯狂 应该没有朋友吧 那也用不着非人类物种操心 清野喝茶如老僧入定 和小泉老师脑回路惊奇 竟然提出两人做朋友这样的建议 哈哈 面对小泉老师滔滔不绝的赞美 渡边自己都觉得老师在推销冷门理财产品 而清野同学明确拒绝这个题 因为他的朋友绝对不能说 渡边也认为两人价值观相差太大 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反倒是小泉老师信心满满 感觉他们有一天会成为朋友 而且说不定还能成为 这时上菜的精美的烤肉料理 打断了这重要的汤 正好借机避开话题 两人开始风卷残余 饭后小泉老师要送清野岭回家 毕竟他是女生 渡边同学 给你 这是了不起的盖茨 是刚才提升英语阅读水平的书吗 看完记得还我 清野同学面上不说 还是记下了渡边言语 看着残留少女体香的书本 渡边自恋地称 暂且不计较清野里的话 果然 你的自作多情 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境界 虽然还是很冰冷的话语 但感觉两人的关系 没有之前那般含了 少女三岁起 就能看穿别人是否撒谎 可渡边撤满嘴谎言 却被他收入社团 只因他觉得 这个男人有观察的价值 而渡边加入人类观察社 只是因为社团可以早退 就在两天前 渡边收到一个解救未知少女的任务 考虑到任务的危险等级 渡边将自己武装到牙齿 打开系统任务导航 大约40分钟到达目的地 好的 万事俱备 马上出发 武装到牙齿的渡边撤 准备去解救美少女 跟随系统的引导 在东江还真的很好找目标 嗯 目的地居然是个死胡同吗 而这里就算大声呼救 估计也不会有人听到 好在只是流氓事件 不会真打死我 只片刻 渡边就听到有人过来 听声音估计是女人的脚步声 压了压茂言 终于要开始英雄救美了 用最淡定的语气 提醒打算冲入死胡同的少女走过 来人闻言听下来看着渡边 红色的眼睛 非常值得秀发 渡边脸上有种发烫的感觉 还没等渡边反应过来 少女转身就向她走 到她身边对渡边用命令的语气 过来 渡边那个喊 你不会是那个流氓吧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抓住渡边的脸上 香唇直接贴了上来 这情景为男生理得住我 难不成流氓竟是我自己 渡边意识到事情不对 她使劲想推开少女 可少女力气超过她的情形 难道这女孩被人吓药了 任务已经来晚了吗 这是向子口响起跑步的声音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这三个人体型高大 一看就是专职打扇 如果惹上他们 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而光头大汉也注意到 电线杆后边的小情侣 人生最美是少年了 去那边找找 看来大汉是追丢了 想找的目标 直到大汉们走远 渡边悬着的心也放下 这时啪一声 自己就被女孩推开 没想到女孩的力气挣了她 一把就把自己推倒在地 下一命 女孩就使劲用手擦自己的嘴 该死 这情景看得渡边有点懵 你没事吧 谁料到女孩一下又一下狂擦 这怕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要再擦下去 嘴巴都要擦破了 而系统这时发来消息 解救少女成功 想到这个任务这么简单 渡边常常松了一口气 突然身后伸来一只手 抓住渡边的胳膊 啪大一下 渡边已经趴在地上动弹不动 看来遇到大麻烦了 而红眸少女擦去嘴角的破皮 面色阴沉温 那几个人处理掉了吗 是的 全处理掉了 新来的强人非常恭敬 眼看危机解除 红眸少女露出春天般人畜无害的笑容 说吧 你是谁 渡边撤在女强人手上像小鸡一样 很是狼狈 我是高一的学生 可以给你看正名 啪 装备都全是她不是简单的学生 能准时在准确地点出现 你可真是巧 这患谁都不会信你 哎呀我只是胆子 装备防身的 遇见你真是巧 这万万没想到 少女掀起群 看来要试一下渡边的胆 这是 这一排排的针 难不能是麻醉剂 少女拿出一只针 做好注射准 麻醉剂是过家家用 有听过苦婆先胆减 临床医学中防止病人挪动身体 会注射这种骨骼积松弛样 如果没有输氧管 被注射者会在意识清闲的情况下 窒息而死 完全不可理喻 渡边刚救了她 为什么还要杀她 你居然还问为什么 因为你是第一个敢碰我的 瞧豆麻袋 刚刚是为了救你 而且还是你主动的 啪一下 又被摁地上 是我主动碰了你 少女还是把药打了进去 那又怎么样 少女浮现得意的笑容 生死关头 渡边不顾一切大喊 你这个疯子 可恶啊 渡边渐渐失去意识 居然来真的 少年上一秒救下红毛少女 下一刻就被女保镖摁倒在地 少女还掀起裙子 要被少年好看 群下竟然挂着一排不明药剂 渡边大声呼救 可还是被注射了麻药 避种能让人窒息而亡的麻药 直到两人离开 渡边倒在空荡荡的死胡同 哇 渡边突然撑起身子 大口地吸着空气 从未感受这么强烈的窒息 两个疯子一样的女人 真的把琥珀鲜胆碱注射进了身体 好在刚才自己极度冷静 在系统商店里买下疗伤药 昏迷前成功使用 要不然真领便当了 我大约昏迷了15分钟 应该是疗伤药起作用了 随身带来的防狼神器也被拿走 估计想把现场伪装成意外猝死 东江这么大城市太凶险 要不要报警呢 如果报警的话 没有办法解释自己怎么活跪 这经历对普通人来说太苦 渡边乘电车绕了一大圈 换了身上的衣服 才惊魂未定地回到自己的房子 接下来的两天是周末 渡边车没有去报警 他把自己紧紧锁在房间 正在互联网上收集情报 眼下要先找到那个少女的信息 如果对方知道自己还活着 还是会被危险包围 可网络上没有一点信息 另一面 假女友玉藻好美 一直给渡边发消息 明明约好要一起吃饭 以报答渡边的心情复出 人家还是第一次主动提出请客 就连国警和斋藤 也联系过他好几次 结果一天都不回消息 虽然渡边也想过离开东江 但想想一事无成又很不甘心 东江有足足四千万人口 如果不报警 那两疯子应该也找不到 不管怎么样 周一先正常上学 总不能因为 这莫名其妙的女人 自毁人生吧 为了不那么显眼 这天渡边提早出门去学校 然而校门口也太夸张了 一排西装男整齐 画一等候豪车上的贵宾 而车上下来的 却是之前那两个疯子 红毛少女还没睡醒 撑开一只眼睛 这你们山水有相逢吗 缘分要不要这么奇妙 女保镖应该很职业 一眼瞟了过来 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我明明是大众脸的胃 只是那两个疯女人 窃窃私语 在计算不能大声说的事情 直到西装松鼠围住渡边车 好吧 确定是认出我 少女回到自己的豪车上 用眼神示意渡边上车 果然岛国是个村 这句话很符合 现在的恋爱游戏 上周刚杀死渡边车的美少女 今天竟然又在校门口偶遇 明明那晚是自己救了她一命 却被怀疑另有所图 注射了致命麻药 好在系统救了自己一命 竟然又被无良少女撞上了 渡边无奈在贼人的注视下 上了对方的豪车 车与外界完全隔离 车子里的气氛安静地让人窒息 如果不是贪图系统奖励 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渡边车懊悔地想打自己两巴掌 然而美少女解开自己的邪态 渡边悬着的心一下子提了起 这是想干嘛呢 给我拖了 冷血少女竟然把脚伸过来 什么 渡边车回过神来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少女目光高高在上戏谑地看 亮出之前用过的药剂 而一边的女保镖还盯着渡边的一举 看到里面熟悉的注射器和药品 渡边车赶紧认输 等等等 我拖我拖 少女冷笑一声 看来你也不是死不了了 渡边车默然不语 可恶 渡边尽量不碰少女的皮肤 把两只长筒袜脱下 下次要再这么拥 让我吐算 就罚你再表演一次妇妇 少女开玩笑似地说的 嘴角的弧度却很阴恶 真是魔鬼 渡边车心中暗暗腹肥 车内陷入安静 少女闭上眼 似乎睡着了 而少女的玉竹还搭在渡边的紧身 看着掌心手感受 残留有少女余温的潮流 该怎么错误 渡边车偷突瞄上 看样子是睡着 女保镖威胁 轻易地 如果不想再表演四孔 太荒谬了 这个可以随时要闻命的风味 我却连她名字都不知道 渡边车突然想到探测器 以少女不属于青年领向 用探测器或许可以搞到有价值的情报 花费一千积分兑换探测器之后 剩下的积分仅够兑换一次疗伤药 但不想办法搞定这个位置少女 再多疗伤药也不够 使用探测器 人物结成美肌 智力拔 魅力紧 体力武 掌管结成家兆易资产 精致的立即举一诊 对人命毫不在乎 似乎都是很不妙的情 居然是可攻略 结成注视渡边车 还提着我的丝袜 渡边非常紧张 怎么办 要不要把谨慎的积分 先换成疗伤药 而结成美肌却脚下一想 这么喜欢我的丝袜 要送给你们 渡边也不知道这句话 是不是送命 喜欢不喜欢选哪 才不会被逼着表演付 为什么别人的恋爱游戏 都是牵手接纹的选项 轮到他就成了这个 那你就保管好 如果弄坏货不见了 我就在你头上套袜子 我也想知道 多少层少能让人窒息 被强迫收下领 渡边车只好把丝袜放进书包 和了不起的盖茨比 放在一起 只因男主救下美少女一命 就差点被杰成用麻药杀死 吓得他都不敢来学校 不过东江这么多人口 渡边还是心存侥幸去学校上课 可万万没想到 杰成美肌竟转学到东江重点中学 在一众标形大汉的保护下 渡边跟着杰成的豪车去到医院 顺天堂大学附属医院 杰成美肌把杰边送去做身体检查 女保镖表示自己调查得很彻底 杰边彻确实只是普通学生 没有别的背景 这时地中海医生带着保镖和杜边彻进 药品毒素迅速被代谢 实验方法无法检测 他的身体也一切正常 医生恭恭敬敬地汇报 看完手上的报告 杰成美肌纤细地手指敲了敲桌面 对杜边彻说道 说吧 你的秘密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杜边彻心想系统的事绝对不能报 如果我真的有秘密 怎么还会来学校呢 那天晚上你刚好救了我 而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学校 又正好被你碰上 少女冷笑着说 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杰成身上有上位者的威压 杜边一时没法回答 他说的好有道理 换做杜边彻都要怀疑 这样的人一定别有起 杰成接下来表示 自己平时杀人都会来这个医院 你会死与急性心力衰竭 一边的医生也表示 乐意为大小姐笑了 其实我是靠一种药产活 一种万能的疗伤药 杜边彻打算先周旋一行 现在的情况太被动了 那你就拿出来吧 杰成看上去耐心有钱 于是他打开系统商店 用仅剩的一千积分兑换疗商药 如果杰成美机再对他出手 他可能要被定在穿越准十五宝上 杜边彻深吸一口气 那种药很珍贵 他准备赌一把 想要钱 有钱也得有命去花 杰成不满他的态度 不过 成交 想要多少钱都给你 杰成美机感到无聊了 准备拿到药和配方就杀掉杜边彻 不要紧 没想到这是杜边彻的回答 其实那天晚上你闻我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想要你做我女朋友 女保镖的视线快速地瞅向杜边彻 似乎已准备好动手了 而杰成美机愣了下 你这人 随后极其开心地笑起 你这人还挺有趣 好 允许你做我男朋友 下一课 系统提示 杰成美机攻略完成 很好 不管是玉藻好美 还是杰成美机 想着暂时做他女朋友根本不算是 他们也根本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 玩家获得二十万积分 二十万 杜边彻居然有那么一瞬间 差点真的喜欢上这个二十万积分的人 杜边彻看了眼商场 大师级的自由搏击充满诱惑 但他忍住了 这项能力或许能让他杀掉眼前两个年 但走出这间会议室 楼下的一群保镖又该怎么办 以对方的诠释 有枪械的可能性极高 然后 还有资产以照为单位的结成家 这二十万积分 使用必须甚至 购买自由搏击 硬碰硬 绝对不是最优秀的 结成哈哈大笑 地中海医生分析 这是斯德哥尔博综合症 还是先使用魅力五折剑 兑换一点魅力 加强一下对方的好感比较安全 请玩家选择具体魅力 分类微笑 可选真诚幸福 友善甜蜜虚假 色谋 没有时间让他犹豫选 微笑 美美 玩家魅力提升至极 结成美肌嘴角冷笑 好了 我的男友 把药拿出来吧 路边彻回过时 尝试着露出笑容 好的 这是一种充满神奇色彩的笑容 让人愉悦 让人着迷 路边彻满意地看着 愣神的结成美肌 就让他用着魅力 稳住队友 拿到千道奖励 与此同时不断精进自己 结成家 不过如此 还是把你干掉算了 结成美肌语气 突然冰冷表情 恐怖到了极致 到底是哪里错 刚才明明已经被迷住了呀 少年上一秒就出迷路上了 下一秒就被女保镖摁倒在地 还没来得及解释 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就被注射超量毒药生死一线 要不是有系统的万能疗伤药 本小说真的要到此完结了 而躲过一劫的杜边彻 不想逃离东江市 结果重新上学的第一天 又被杰成美肌抓了 顺天堂大学医学部 路边用积分提升自己的魅力 想用自己的魅力先稳住对方 可明明被迷得神魂颠倒的杰成 竟然说出 把他杀了算了 神 什么 到底哪里出错 明明刚才还被迷住的样子 杜边彻的汗水从病角流出来 计划失败了 啊哈哈 看你那样子 脸都白了一半 挺可爱的嘛 不过 你下次要是再敢这么行 我就把你嘴固定成那样子 让你笑得够 是 是的 杜边被吓得不知所措 这是地中海冲念 杰成小姐 恕我直言 杜边彻似乎在拖延时间 我们体检时就搜过他的衣服和包包 没发现任何药品 果然已经被搜过 如果现在还随手拿出解药的 他们只会对我更加怀疑 为了不暴露系统 只能出此下策 杜边淡定地走向自己的包包 有一个地方你们没有搜过 地中海有点慌 你在说我做事不利 搜查我背包的小姐 你绝对不敢碰杰成大小姐的长筒丝袋 杰成都有点尴尬 居然藏在里面 呵呵 看你刚才的表现 不是真心喜欢我的长筒 该怎么处罚你好 那就剁掉一根脚趾 一动不动的女保镖 不知何时手里多了把锋利的鼻声 杜边彻毫不怀疑这女杀手 就执行这条命运 我喜欢 超级喜欢 杜边彻连忙回答 我最喜欢长筒啊 特别是你的 我相信你 杰成美姬笑得很好看 那就把它含在嘴里吧 下一秒 杜边就喷出一口八二年的老血 什么呀 看来还不够喜欢呢 这杰成美姬看起来没碗了 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 现在明显不是能屈的时候 是不是兑换搏击术杀掉这两个 算了算了 杰成示意保镖收起笔手 果然还是可怜兮兮的表情 看起来顺眼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 杰成吓死命令 这是我身上最后一例 杜边彻的手缓缓从长途袜里缩 掌心中已经多了一枚药丸 这是他第一次去献花物 杰成美姬没有接 直接问道 他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服用后立马治疗大部分伤势 具体我不清楚 连解毒我也是刚知道 立马 杰成美姬盯着杜边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可以实验一下 不保证对谁都有效 这种药产量非常低 一个月才有一例 说着把药浇了出去 地中海已经迫不及待 杰成看着地中海的神情 这家伙手伸得太长了 公野医生为何如此兴急 地中海当场一阵 来 先用他试试要效 杰成吩咐女保镖动手 当下地中海撒嘴狂奔 杰成小姐饶命了 看在我帮您处理那么多事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敌手已经刺入他的身体 发出恶压的惨叫声 地旁的杜边撤看着毛棚砸脸 那可是他的手下 叫杰成美姬的风云 完全不把人命放在眼里 够了 大约半分钟后 杰成叫停保镖的疯狂输出 现在让我看看 你说的立马 到底有多立马 杰成拿过杜边手里的疗伤 要被地中所谓解除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残血的地中海医生 已经没有意识 可下一秒后不开始不动 这让女保镖都觉得不可思议 低声身上的刀伤 以肉眼可见的素质群 而且就连匕首捅出来的动作在修 不消片刻 医生的眼睛忽然睁大 杰 杰成小姐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几乎没命的地中海活过来 下一秒 杰成美姬掏出祖传的麻醉药 竟还要下杀手 为什么 杜边看得冷汗直冒 当然是为了保护我的男朋友了 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有这种药 太危险了 杜边撤还没反应过来 刚刚恢复的功力 又被注射了过量毒药 为了解释迟到的原因 杜边撤竟然在教室向老师表明 只因是自己卷入了豪门凶杀案 为了测试杜边撤疗伤药的作用 杰成美姬进拿公野医生做实验 完事了还给他注射毒药送走 女保镖蹲下确认地中海已经断气 杰成回头便向杜边要疗伤药的配方 你是我的女朋友 要送你都没有问题 但想要配方的话 必须和我交往逆你 杜边不傻 别说交不出配方 就是有也不能交出去 我有把握你一年内能心甘情愿做我女朋友 这么有骨气 一点都不好玩 杰成有点不满 一年时间太长了 我只给你两个月 我要见到药和配方 到时要是交不出来 你懂得 离开顺天堂医院 杜边感慨自己所遇到的事情 在经历被杀 又看到他们杀人 杰成家真的有一手遮天的本事 那个被杀死的公野医生 最后被认定为熬夜工作 心力衰竭而死 杀人现场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一切都太过魔幻 面对这样的门阀势力 就算自己逃跑 家里人也会被威胁 想想还是先去学校 看看自己能成长到什么程度 再次踏进校园 绕开那棵高大的橡树 杜边车来到办公室 小泉亲耐已经等了他很久 怎么这么晚才来 有发生什么事情 看到杜边车他立马问 小泉老师不会看出什么意义 我迟到是因为昨晚熬夜学习英语 总之先找个理由掩盖一些 绝不能把小泉老师牵连进 教育办公室好像出现劲爆的消息 熊熊八卦之火已成燎原之事 都烧到小泉老师的脸上了 正在这时 门外的校长夺门而入 小泉老师过来一下 小泉都猛圈了 今天眨眼的方式不对吗 校长不是你想的那样 杜边也晕了 校长你误会了 我说的喜欢是师生间的喜欢 非常尊敬的意思 校长看到杜边严肃而坚定的眼神 真的这么激情吗 现在的学生一点不懂得矜持 因为迟到所以说自己熬夜学英语 熬夜学英语是因为喜欢小泉老师的课 这理由找得太狗血 小泉老师也松了一口气 差点被你害死 对不起老师 如果没其他事的话 我就回教室 杜边同学 你这美美的微笑是怎么回事 你能不能正常些呢 我是说自然一点 杜边这才发现自己触发了被动剂 应该是昨晚趴着睡觉脸吧 这样啊 学习很辛苦 也要注意好好休息 成功糊弄过小泉老师 杜边回到教室 同学们聊的都是周末去哪 这才是高中生该有的生活 然而杜边知道 不搞定节成美机 自己是过不上正常人的生活 博文强计 对换让自己学习加倍的技能 会有更多时间干别的事情 呦 杜边同学 原来是死党国警和斋头 你这几天遇到什么事情了 消息也不会还这么晚来学习 你倒是说话了 绝不能把朋友牵连进来 我必须在学习上不断进来 因为 我和小泉老师有个约定 我可是要成为东江帅哥的男人 他是掌管赵义资产的财阀千金 却对自称东江帅哥的杜边 彻念念不忘 杜成美机给杜边两个月的时间 交出系统兑换的疗伤药 不然后果非常严重 而为了拯救自己 也为了保护身边的朋友 杜边彻想尽办法 制开身边的人 完善自己 可以让大部分事情变紧来 杜边用纯正的英语朗读书 有了博文强计的技能 单词都过目不忘 两个死党面面相去 不知道怎么回答 明明已经年级第三了 还这么用功 可恶的学霸呀 没办法 这是一场属于杜边和杜成的战争 不能把别人牵连进来 杜边要让杜成知道 他的强大使他无法想象 自动贩卖机前 玉藻豪美遇到了杜边同学 看到他正在买饮料喝 身为杜边名义女友的玉藻豪美 直接伸手要紧 我要喝饮料 杜边没心情陪这大小姐玩 不想给钱 你是我男朋友吧 玉藻的要求有理有据 这特喵的 还好四下无人 我不是已经给你十五万了 你也知道我很穷了吧 说到这个玉藻更切 知道自己穷就要多用心陪人家 这是补偿 杜边委屈地掏钱 买买买 小生点好了 看到钱包里的千元大钞 玉藻直接动手要请闺蜜 你这是打劫吗 别太过分了 玉藻得了便宜卖官 说了这是补偿 当然有一点点惩罚性的 要不是杜成美机的压力太大 玉藻豪美那一个月的 签到奖励里都不行 要不是因为杜成美机 这个傻傻的蠢女 我是一分钟都出不了了 小车多余的钱还给你 买完饮料的玉藻回头 看着空荡荡地过道 杜边撤 我还从没被男生这样对待过 别指望我再理你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杰成美机 我正以你无法想象的速度成长 晚上的杜边加班加点强化自己 第二天上学 杜边又在学校门口 看到熟悉的银 杰成美机又来学校 不愧是杰成家的千金 真特妙有排面 看同学们的神情 还有很多粉丝的样子 等等 难道上一次见面就不受 杰成美机 他还是东江高中的学生 真是活见了 没想到这么可怕的家伙 敬惠和我同校 所以周一他遇见我惊讶的样子 不是刻意针对自己 这个杰成美机 等等 年度测试时的第二名 就是这个名字 这么看来他周一过来 是为了办复学手续的 而且 他来学校后也不屑于搭理我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课后人类观察部 再次遇到清野同学 杜边把借的英文书还给清野 回答我几个问题 清野岭开始对杜边进行观察 这是要考官后赶吗 杜边不由地认真起来 第一个问题 这周你是不是很想来活动时 完全没有 杜边的心里已经装不下这么多烦恼 第二个问题 这一周你有没有时常想起我 杜边反问 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想你还想到活动时 清野岭自信回复 我漂亮可爱聪明 是男生心中的女神哦 完完全全 没有 杜边非常认真地否认了清野的说法 而清野岭却嘴角上抢 谎言 差点忘了 清野岭从小就能看出别人的谎言 少女三岁便拥有看穿别人谎言的能力 因此他非常讨厌谎话连天的人 然而没一句实话的杜边撤 不但被批准入社 还给了他随时早退的权利 只因他觉得这个男生很有观察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 这一周有没有时常想起我 面对如此自信的清野岭 杜边虽然很想否认 但想到自己一直把他当作追赶的目标 总会想一想对方隔一或失败后的怨气 这应该被算作想他吧 第三个问题 你有没有喜欢上我 说真的 杜边撤无语 清野同学你就那么想让我喜欢上你 喜欢上之后呢 是进行所谓的人类观察吗 清野岭脸色异了 不会 我会直接把你踢出人类观察 因为喜欢我是人类的贡献 如果你喜欢上我 地位着没有观察价值 杜边撤笑起来 是吗 这回答可真有你的风格 杜边心里非常无语 我要让你自己打脸 于是杜边发动秘籍 微笑妹妹 你是不会有这种机会踢出我 清野岭却和尚书 原来如此 呵呵呵 技能又不管用 杜边同学 清野岭冲他缓缓微笑起来 加油吧 让我观察一下 你的嘴能硬到什么时候 这一刻 杜边被看得满脸通 别观察了呀 我整个高中三年 都不会喜欢上你 清野岭收回刚才的威胁 换回平时傲慢的角度 可别一学期都支撑不住我 这时门口响起敲门声 请进 人类观察部 可是人烟罕之的设计 今天怎么会来人呢 进门的是督导小全老师 而他是要带一个新成员进射 杜边撤顿石木顿狗呆 老师 这两个人都认识我 杜成美机满脸 人出无害的样子 可下一秒 清野岭就拒绝杜成的申请 他不可以入社 为什么呀 小全老师很诧异 杜边同学 请告诉他们 人类观察部的入部条件 一面是前要看入社要求 二不能喜欢上部者 三不能撒谎 四足够聪明 杜边用博文强记 把清野随手写的社规背出来 我错了 竟然蠢到让你背这种东西 杜边可完全不知道这个规则 只是清野同学的消息 我告诉你 人类观察部的入社条件 尤其只有一点 那就是 我承认有观察价值 不然谁都进不了 可结成同学也不是省油的灯 人类观察部应该可以撤销了呀 果然 这两位大小姐都身份不服 再被夹在中间 一定会被殃及吃鱼 小全老师 你先回去忙吧 一会我再向你转达部里的决定 还是先支开老师 别让这个事情再复杂下去 结成也不气呢 毕竟他现在站着上风 我感觉 结成同学也挺有观察价值 杜边想先把事情压下来 有没有观察价值 我说了算 清野同学不吃那一套 你要没事可以回去 好嘞 杜边心中暗喜 这下可以逃出生天了 不许走 杰成每集没想就这样放过杜边撤 继续争吵只会浪费时间 既然这里有三个人 民主典 我们投票吧 不能民主 杜边撤可不想站住 面对这两位千金大小姐 他谁都不能得罪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杰成主动退出 对 成绩榜单上杰成可是年级第二 我感觉投票虽好 可我是一无所有的群学生 没资格参与投票 既然现在要处理的是学校的事情 那就用期中考成绩来决定 两位在这方面 应该不会害怕对方 杜边还在害怕两个字上加重了勇气 可以 杰成没有退缩 他还提出部长的位置 也要通过成绩重新决定 我没意见 清野岭从来不是怕挑战的心理 看到杰成美机自信的威胁 竟然就这样定下来 难道这个疯女人的年级第二 真是自己考 那就这么定了 中考前 我就暂时成为观察部的议员了 不过只是暂时的 因为很快 我将成为部长 没错 暂时的 清野认为很快美机将败北退出 不管怎么说 中考前 应该不用担心美机找我麻烦 呵呵 现在就去知会小全老师吧 他是能看穿谎言的完美少女 他是能定人生死的附加千金 而他只是寄人理想 又被女魔头盯上的无辜少年 面对两人在社团里争锋相对 杜边彻提议用七中考成绩一分高下 这才康康躲过一截 课后校园到处洋溢美妙的青春 丰富多彩的课后活动 已不是杜边彻能留恋的 和小全老师汇报完情况 杜边思考接下来的校园生活 看来注定和普通人无缘了 你看你看 才刚出校门就有豪车等待 这个风雨 都放学了没必要等我 不行 杜边不想再和这女人纠缠 但身后的火辣保镖看上去有不同意见 不对 这特喵是有杀气 不像是要友好交流的样子 下一名 铁拳如狂风一样袭来 可惜杜边彻没有审 结结实实吃下这一招 于是被带走了 车内 杜边同学忍辱负重趴在地板上 还让我等这么久 看来对你的警告还不够 杰城冷眼看着地上的杜边 这么久才出来是因为去教师办公室 这情况你知道的 而且内事 青夜灵也不可能同意投标 那也轮不到你反 杰城看向一旁保镖 等等 别动不动就这样 杜边赶紧求饶 我真的是为了你 被压在地上太难受 求救的小手一下子抓住 杰城美机的脚步 特喵说不轻微 那么喜欢我的腿 瞧你可怜兮兮的样子 给我把袜子脱了 杰城又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 保镖这才起身放开杜边 冷静 胯下之乳一定要保 可家里的父母身边的朋友 不能这么冲动 我提议用考试定胜负 是认为杰城同学的能力 在青夜之上 杜边给杰城脱丝袜 一边回答杰城的疑问 杰城没来学校都能考第二 现在你过来上课 第一肯定是你的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杰城一脚蹬在杜边胸口 这里才刚刚挨过一拳了 正想起来反抗 而杰城已经把眼睛闭上 这是又睡着了 怎么会这样 丝袜是睡眠开关吗 这是一旁女保镖 示意他不要懂 影响到小姐休息 你懂的 行行行 你们这么玩是吧 那我也睡会儿 每天苦思生存策略 杜边累得一下便睡着了 在梦里 爸爸妈妈还有老房子都还在 不管自己做什么都会被包容 真的好幸福 可结成美机 这个黑暗世界的女王 她随手就能摧毁 自己所珍视的一切 爸爸妈妈 杜边一下子从梦里惊醒 这里是 眼前已经是黄昏 刚才不是还在车上的吗 边上小男孩还在指指点点 杜边发现自己缠了一头的丝袜 看上去像极了变态 公园里大朋友小朋友 都把变态写在脸上 默默取下头上的丝袜 杜边发现身边还有个记事本 感谢本小姐没把你从车里丢下去 睡着了还抓着丝袜不放 送你了 可恶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我要还上今天的耻辱 把你所有的长筒袜 全部抛进焚化炉 你强吻我的这件事情 不可能这样过去 杰成美机没有因为杜边救过自己 便有放过她的打算 几次戏耍杜边车后 她也重新回到学校 还遇到自己一生之敌 学习排名第一的青年里 在杜边车的引导下 两个大小届决定用七中考分数 来一决胜负 而这只是杜边车的缓兵之计 她要用更多时间来强化自己 从而脱离他们的掌 直到周一清晨 玉藻好美和杰成美机的周千道奖励 终于到了 得金钱一百万代 智力魅力五折劝个一招 对目前的她来说 金钱没有那么重要 她以为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减 这些天赋不是说没用 只是很难马上影响 还是谨慎使用积分的 到学校的第一节目 小泉清奈老师便宣布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这次七中考试 东江中学要和精华女高青山高中一起 而考试范围会涉及高中全部知识 难度会增加 而这两所学校都是名校中的名校 学生各个哀声叹气 这可正中杜边的下午 现在学习任务这么重 赶紧宣布暂停社团活动 人类观察部现在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小泉老师注意到杜边期待的眼神 懂啊 另外再通知一下 考试虽然重要 但社团活动不得待你 不然可能会被举报课外表现 小泉老师 你是不是误会我的小眼神 不但逃不掉社团 还变本加厉的事 于是原来可以早退的社团活动 现在杜边同学也要准时参加 和两位魅力四射的美少女同处一时 这应该是很多男同学的梦想 如果不是两位少女那样针锋相对 可能自己不会那么好 杜边抬头凝视社团教室大门 门的那一边不是人类可以生存下去的 克服心中恐惧 杜边鼓起勇气 门后传来耀眼的光芒 这事 杜边撤呆住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人类观察部一尘不忍 到处洋溢馨的感觉 杰成美极端的茶正独自享受 我这是在哪 活动是李精美的茶具 还是粉色的 清野若是赢下期中考试 我自然会把这里恢复原样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杰成毫不怀疑自己的名字 而清野同学对杰成的挑衅不屑意 对了杜边你不妨预测一下胜负结果 杰成挑起话头 杰成真是又想让我站队 虽然我确实不喜欢清野岭的毒手 但他不说谎的品格也令人敬意 同样是两位大小 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何况清野岭同学还借我书 虽然书里主人公下场不好 但主人公的品质逆手 也是很正面的 所以不能成为杰成美极的工具 其实吧 杜边感受到杰成威胁的目光 我这人是乌鸦子 猜的事情从来没准 保命要紧 居然还敢有嘴滑舌 杰成美极放下茶杯 果然还是不能逃脱 这个女人的追杀吗 你强吻我的事情 是不会这么轻易过去 这话虽然颠倒黑板 但也不是贫困捏造 就像一个炸弹无声的炸弹 低头看书的清野领布 由抬头看了 你竟然敢骗我 杰成美极掌管门阀 赵一资产 从来没被这样戏耍过 为了得到能起死为生的万能药 杰成美极答应和杜边交往两个月 但在社团活动时 这小子还在两边讨好 关于你强吻我的事情 是不会这么轻易过去的 气氛瞬间陷入极度尴尬 杰成同学 求生欲拉满的杜边撤表示 那天在浴茶之水 我真的是想救你 我以为有混混对你不利 才去那里的 你比我更早认识清野同学 应该知道他能看穿谎年吧 不信你可以问你 我没有撒谎 但杰成美极现在关注的 可不是这件事情 那又怎样 这重要吗 去 给我拿一本 你认为最好看的漫画馆 杜边现在只能赌一本 杰成美极相信清野领能识别黄 若相信的话 或许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匕首拿漫画 低头发呆的杜边 视线落在杰成腿上 杰成觉得好笑 怎么还想要撕袜 你不用担心 我撕袜有不少 抱你满意 这都哪跟哪 不是 我有话想说 你不喜欢 恐怖的威亚 感受到生命威胁的杜边苗祖 喜欢当然喜欢 就连清野领都感受到 来自评论区的鄙视 真遗憾 刚想夸你能勇敢说实话 结果坚持不住几句又开始撒毁 杰成一听马上火起 你敢骗我 杰成捧嘴 杜边一时无言 却心中大喜 这反应 看来杰成美机相信 清野领能看穿谎 于是他打开系统面板 兑换三粒疗伤药 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 没有任何特殊身份 之前那疗伤药 是我偶然得到的 我也没有配方 身上只有三粒 而且除了我 包括我父母在内 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只要撇清疗伤药的事情 杜日如年的源头 就可以到此结束了 杰成美机转头 看向清野领 他说的是真的吗 清野同学倾咳了一下 夏天来了 缺个帮我买饮料的人 只要你告诉我 他说的是不是实话 以后你想喝什么饮料 我都跑筒帮你去买 清野同学嘴角上抢 杜边同学是个 无时无刻不在撒谎的骗子 但我可以证明 他刚才说的是实话 果然清野同学的智商 能明白中间有事情 虽然疗伤药的事情 骗了杰成 但证明自己只是普通学生 对他不构成任何威胁 和尚漫画 无聊 你挑的漫画很无聊 杰成的眼眸充满杀意 跟我来 离开活动室 接下来就看我自己造化 清野同学轻描淡写地说 回来的时候 记得给我带一瓶柠檬茶 好吧 杜边彻视死如归地表示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 学校体育器材是 保镖静留和小洛洛已经等在那里 刀子大的拳头使劲打在杜边心 一声闷响过后 哇 杜边彻直接口吐鲜血 居然敢耍我 杰成美机怒火中烧 因为这件事 我杀了公也那个得寸进尺 但勉强还能用的家 杜边解释 因为我不信你只是个普通学生 才出此下策 而且 我是真心喜欢你 杰成已不再相信对边了 真心喜欢我 剩余的药 在这里杜边赶紧把兑换的药拿出 你怎么处住我都算 只要不伤害我父母 杰成这个财阀家族太大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你 杰成看药到手 让我随便处之事吧 那就把你沉进东京湾吧 少女就算杀人也不会被追究 可他却一再放过骗他的少年 本以为这次能拿到不死药配方 却发现自己又一次被损 抢走仅有的三粒不死药 他对少年失去了兴趣 可杜边希望对方放过自己的父母 杰成怎么对自己都无所谓 是吗 杰成美机冷冷说出 那就你沉到东京湾吧 对不起我错了 我只是普通学生 我想继续活下去 对方似乎不是开玩笑 杰成冷冷地说 触碰了我的身体 你没活下去的理由 你等一下别动手 我很聪明了 我可以为杰成加效力 而且不单拥有聪明的头脑 我还可以做你的保镖 听到这里杰成愣了一下 一直挨打的你能做保镖 你是不是脑袋被打坏了呀 杜边没有办法 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 其实我很能打 不会比你手下弱 杰成不信 要是这么能打 你怎么会落得这个下着 可杜边却只向在场中一个人 至少打他没有任何问题 看杜边手指的人 在场两个保镖菊花一几 没错 静流 你这个动不动就动促的男人 静流愣在原地 血压直冲一百八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杰成美姬 眼着嘴哈哈大笑起 人都直不起来了 真的太可笑了 你很自信吗 少年 我答应你 如果你赢了 本小姐暂时不杀 怎么样 可要是你说了 就被活活打死吧 静流 不用手下留情 得到命令 静流早就按捺不住 这个软脚虾 一次次挑衅自己 隐忍不代表任人宰人 你们瞧不起昨天的我 今天让你们刮目相看 死鸭子就知道嘴 你算什么东西 一直担心对方 被自己碰不下 才一直隐忍 对话 大师极自由活鸡 今天让你看看 真正的东江帅哥 拜托了 一定要起笑 杰成没听过这个名号 捂着肚子笑不活了 肚子疼 太可笑了 你想用笑死我们的方式 来取胜吗 不知所谓 静流 不想看这货刷宝 找死 战斗比静流一击 快得不讲理 直拳开始 静流自信着全力一击 没人能比 眼前这个小若鸡更没可能 可下一名 他竟感到拳头一空 居然这么突然的出手 杜边不仅侧身躲 而且身体还处在 合适反击的位置 少女手握 结成家肇义财产 却对一个穷小子 格外倾心 不但答应做他女朋友 还为了他 向死对头 青野领低头 可他没想到这一次 杜边同学 还是欺骗了他 既然你这么急吃不计打 那就沉入东京湾吧 杜边彻无奈 为了活下去 他表示要和静流 一决高下 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可偷偷的 他从系统里 兑换了技能 大师极自由活鸡 战斗从静流 一击快的不讲理 直拳开始 可静流怎么都想不到 这一拳会落空 仿佛沉睡许久的 肌肉记忆被唤醒 本能的就躲过攻击 好的 这样的话 或许能打赢 一记横拳 直接向静流防守 死脚打死 也多亏是出生入死的保镖 横的一声 静流竟能防下这一拳 而且还反手 制住杜边的拳头 面对吃惊诧异的小男生 静流已经打算好 怎么给他吃点骨 想到这里嘴角 露出得意的笑 可下一秒 杜边的拳头 带着他的手臂想要 连同的带着静流的身体后 身体出现一个巨大的拓展 这记横扫堵 是大力尘 如果被踢中小腹 必然倒地 静流凭借身体的肌肉记忆 双手硬吃一击 见识后退二十米 你不可能躲开我的拳头 更不可能有这样的绅士 静流知道是有蹊跷 这下杜边乐了 作为杰城的男人 认真起来 是不会被你这个小菜鸡打倒了 杰城的男人 两个手下听懵了 大小姐这么凶残冷艳的人有故事 静流经不起计较 能动手紧张不瞎逼逼 一个起手是玛丽全开 身为杰城家重要人物的目标 眼前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今天必须掉倒下 可万万没想到 杜边竟能攻防有度 可以说是一点不虚 不可能 两分钟前 他还是随人欺凌软脚下 一转眼进不出国际大师 还能防下一整套联机 可他还不知道 杜边也是心理教育 虽然战斗技巧 能打得有来有回 但身体强度似乎吃不消了 如果只是这样 那还是赢不了 第一次见你 明明是个废物 静流直呼不肯定 人类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天赋 你小子惹怒我了 这一刻杜边看到静流身后 石灰粉 用在操场和跑道化线用的白色粉末 一时间心中一喜 记上心头 你知道吗 傲慢会蒙蔽人的双眼 不知所谓的东西 静流回身追击 可下一命 杜边施展一次都没成功的秘籍 微笑 妹妹 刚刚还被称为男人 这种搞笑的技能 对静流当然无效 可也正因如此 静流心脏都快要被气停了 可杜边要的 就是对方心脏骤停的一名 他拿起一边的石灰 少瞧不起人 一桶石灰粉 直接向静流眼睛招呼 瞬间 空气中充满白色石灰粉尘 别提有多难受了 保护大小见 保镖都很紧张 你小子再用石灰 就直接杀了你 生石灰和水反应能超过300 劝你闭好眼睛嘴巴 杀了你 静流强行睁开双眼 但看东西 已经只有个影子了 杜边非常吃惊 这家伙还能争议 还好比起最初 对方实力也弱了很多 而自己的体力 也已经接近极限了 必须要想办法 尽快结束战斗 少女为了躲避敌人追杀 轻吻了藏在墙角的少年 可少年没想到自己的付出 收获的却是无尽的追杀 少女名叫杰成美姬 杰成家千金大小剑 从没人有敢这样忽悠自己 静流不用手下留情 李保镖实力强横 杜边招架相当吃力 好在他集中生智 成功用生石灰阻碍静流的事情 下一步 杜边拿起成杆跳运了成杆 使劲刺向静流 静流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听着风声 身体本能抓住了成杆 杜边松手后撤一步 并在棍子尾端 踢出一击 强力地冲击 静流只能双手紧握成杆 把身体稳定下来 这下杜边空出手 拿起千球 势大力尘扔向静流 双手还紧握木棍的静流 为了今天你知道 我付出了多少 这下优势战绩 杜边要一分一分 把账算清楚 6点菊亚林 7点背影女 8点游泳池 9点俯卧撑 你知道这样的日子 我怎么熬下来的吗 看到静流被单方面暴毙 两个小弟心头直发颤 反倒是杰成美机 只是在一旁冷面旁观 大概知道静流 不会这么轻易投资 果然正被暴击的静流 掏出狂致枪子 黑洞洞的枪口 对着湖边撤 激烈的战斗 戛然而止 姐姐你冷静 都说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何况面对手枪了 够了 杰成美机出言 制止了这份冒剧 再闹下去真出人命 静流伤势不清 杰成让他把疗伤药吃了 静流收好手枪 眼前这个小弟 真不好对 疗伤药才下马 静流一下 赶到全身舒服 真不会是可以 气死人生的样子 竟连眼睛也恢复了 既然有了结果 杜边表示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今后 可别再把我当废物 可杰成美机却表示 继续打别停 杜边撤猛了 这接下去怎么打 徒手接子弹吗 看到杜边撤魂不附体的样子 杰成笑得双肩直颤 你被吓得脸色苍白的样子 很可爱 我很喜欢 杰成心满意足 如果下次心情不好 就再来杀你吧 静流将余下的两粒疗伤药 交到杰成手上 下次要是再说了 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医生的水平 杰成冷落冰霜 静流可是杰成家最优秀的保镖 今天的表现 让他非常残酷 交代完 携成头也不回 带着保镖走了 终于当所有人都离开了 杜边一屁股 他脑在地上 这场战斗最后虽然赢了 可自己体能太差 赢得也很是狼狈 够着疲惫的身体 为射斗 杜边仔细研究系统 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把魅力点到死 总之不会再在魅力上花几分 十点是人类的极限 身上的伤 也只能等自然恢复 不能告露 还有疗伤药的阻较 然后还要给亲野同学 带柠檬茶 我会不会是穿越者之耻 这时读导小泉老师 注意到杜边 还注意到那汉堡一样大的脸 明明是学校的三好学生 小泉老师很疑惑 杜边会打架 杜边露出难看的微笑 虽然自己挨了一群 不过我淫了 能不能别告诉学生 可小泉老师的声音非常明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和你前段时间 迟到有关系 小泉立刻想到杜边之前的反应 杜边撤感慨女人的直觉 真可 嘴上盲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因为有个女生 给自己献清楚 自己没理会 就被她的舔狗寻仇了 这种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 毕竟喜欢自己的女生的嘛 不可能每个都回应 小泉老师 没理会少年间的中二行 跟我来医务室 被年轻漂亮的女老师 牵手去看医生 想想就觉得很难大 可小泉老师说 自己年轻时也打得下 知道脸肿在那 杜边一直觉得 小泉老师特别问你 怎么可能会打架呢 小泉青奈回过头 老师骗你干嘛 看小泉老师回答 也许不像开玩笑 千真万确 所以我能体会你现在的头巾 可小泉老师看起来很文秀 和暴力完全不沾边啊 小泉老师 你轻点 就这样两人去了医务室